一样对上BLG的话,他们下路有Mark,然后下路可以跟他多玩一下 我觉得赢下BLG的关键还是前面要打好一点吧 然后我们可能他们中路比较关键,我觉得 比赛到现在的话,我们模糊度我感觉越来越好了吧 之后也会加强,也会变强一点,我觉得 对阵RNG上单小伙的话,就他们上中也比较会针对上路 如果好好做好扛牙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BLG这里是分析一下RNG的这个战术体系 可能会更多的支援到小虎或者说支援到上半区 确实也是之前RNG在进行了这个小虎去到上路这个改编之后 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就确实打野,经常会给小虎一些支援 是,直接锁下了发条,这发条你还得想一想 想一想,啥意思啊,小虎是不是 那小虎稳稳拿下,最终还是揭晓了发条还是去中路 那上路这边的话看一下 可能也是作为选择之一吧 这在等级起来了之后,其他对线纳尔上面来说 而且纳尔这个位置是有点深入的啊 怎么说,这边还在Going 小虎这边已经往前走的比较多了 照过来,机炮已经开了啊 小虎先已经能跳一下 这第一个合法中央 可能会被黏一下 再接一个AE,没问题 把这个血量压制做出来 下面 两边的打野是你上边我下边,相互看一眼 但是潘森一看 似乎队友留不住人也就算了 那之后拍一套 小虎是很想利用自己接近变小的那一瞬间 把他拍住再利用小的纳尔去多消耗几下血线 他这边小飞标标不出去了 三人没打出来 但是依然血量上的压制是做的不错的 来了,这边刚说完威就走到了下路 有没有机会呢 先崭新 这边看一下万豪的位置被刷了 但是还是能定到锤石呀 因为锤石毕竟没有双招 而且先手的这个对象啊,非常讲究 我知道二飞标斯有进化 所以就是把这个唯一的控制就给这个锤石就好了 因为AD双招都在的 上午,来看一下中后这边直接开大招去拉了 打一套血量 这血量压的很低啊 对的 蓝色王几个人已经可以动这条小龙 并且色提过来了 还想对小虎动手 奥拉夫甚至还开了急跑 这波是想杀的 但是我的天 这两个人 交产线,但是配合的有点问题啊 一个人想走,一个人想上 小虎给你点了个赞 是 红色王表示,还是要过来看一眼 奥恩也步行前来 盖拉先打了一波打野的血量 哎呦,Meteo活好的血量太低了 这波对标记是不太有利的 发条还可以把球放在前面 这一时间正面是一个五打四 怎么说先锋已经被打掉了 这一勾也没有勾到人 先锋还是可以文文拿下的 有一个视野是没有扫到的啊 刚好是被H&G插进而过 就这波,勾到了 勾回来,翻手一拉 有一手蓄红拳的还捏在手里 所以暂时是杀不掉小明 是的,而且好一直也比较高了当时 这时候看那儿的怒气啊 发条直接去拉,拉血线 思路也比较低些 看成大荒兴隐坐下来 有闪现吗?有闪现加坐 那没问题 直接一波A跳将去收脚 W续完之后但是被留了下来 是,等于说两边的周幅实现了一波互换 是的,主要是WF刘斯有营业加军名 这位置他能走得掉 是,但这个时候峡谷前锋的威力 就体现出来了呀 杀了辅助并不足以吃下鲁的图层 但是中路这个防御塔 都已经摇摇欲坠了 是的,而且上路的奥恩 看这个兵线应该是被牢牢的压在塔下 所以也过不来 看成顶段向前 想先打奥拉夫一套 秦辉燕妮,这是个罪名的秦辉燕妮 怎么说 后续有没有记者能跟呢 没有了 奥拉夫可能有一些先动小龙的权力 塔下撞起来 想三杀小虎,直接打闪 对不对处理的也很细节 是的,但小龙这个位置看一下 明天已经把小龙打掉一半的血量 但是不敢打下去了 这波是给安吉打了个攻 但是洪四方表示很生气 奥恩的PP 但是奥恩是没大的 是的,没有大招 但这一波也没有撞起来 我的天 这波RNG直接瞬间实现了一波反打 两边是打了一波互换的RNG 明显还是人数上占优 再次一个QW减速到郭豪 小明马上要过去了 他等一个一级能力的CD 又是将其收掉 八条直接拿下两个人头 哇,这一波标记打得太仓促了 有点乱 这波小龙团可能暂时打不起来了 直接在上楼把 在单身队位的时候用到了 哇,这一波判断还是很奇妙的 你说他是想判断还是想够嘎拉的也都有可能 其实他应该是留了一个闪现的声位 是 这波RNG落地之后 是一个半写的状况 但重点是后续的队友不太敢过来了 八条时间拿到了一波双杀 这波团战一打完之后还是挺赚的 是 而且现在在地区里面消失的 哎,看下路这一波 抱过来,先拉两个 净化解了一下控制 但是大慌星云 从天而降 先顶顿向前 再接坐住 潘森再拿一个人头 明明是交了双招 还是没有能够活下来 最后是俊伟 一个小走位 是躲过了潘森这个冠心上枪 是 小虎这个走位也很细节啊 往上走位 躲过了这一撞 比较是背后开启的大招 宣退一下 反正伤害有点高 下一个平位 哇,打出这个易损效果 直接一波单杀 伤害太高了 小虎这波是太想杀了 导致他 没有真正的去拉扯这个身位 一直想处于一个追击的态势 是 野区 小明再次顶向前面 因为后面来了两个队友 徐宏泉 徐宏泉 在接一个闪现 拉了很多 卡沙八条 一人一个人头紧张 RNG的下半区啊 再度在野区起飞 但是呢 RNG就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 这个经济领先 这刚才下落 有什么打起来的那一波 对 特菲流斯第一时间进化 已经解掉了这个拉拽的控制 是的 但是还有潘森啊 现在是意境能加速进队向前 这个小虎先锋可以顶出第二头啊 是 看看你要不要给这个压力 这就 继续的拉开自己了呀 继续往前顶 小虎表示 这一头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等会争夺大龙的时候 如果下落防守塔 这残血是更好的 这头要顶出来了 对 蚕蟹对于小虎来说 就已经是 非常好的一种结果 这叫大龙在打的过程当中 Mikor是 长时间的垂直 就走了 也不争了 标记也不争 二点的也是相当快的 小纳二点的超级快啊 强行创大 没有人能跟他 中塔也要掉了 标记这波 为了Rush这条小龙 做付出代价是比较沉重的 但看这波能开起来吗 没开到 有干了 这也跟不上了 长青龙拨担手射跌 随时背部自己先交一波闪现 脚后这波状态不错 先拍人再跳墙 24分钟 就已经拉开了1万的竞技差了 镜头一切回来 这应该是Crying一波蹲草 瞬间秒杀了 是 看看这波Crying 是 哇 真实 这伤害太高了 在尝试 Biu Biu有大招了 在旁边找位置 找角落 也不能立太近 立太近容易被打断 封出来 你震起来两个人 再一段撞起来两个 先杀一个辅助 举红悬没开出来 是的 不要等的就是这波 但是RNG继续不想走 攀岑一坐 先坐Biu Biu 但是Biu Biu还是比较肉的 纳尔的木器快到那个点上了 所以不要去选择后撤 想破两路 是的 只是付出了一个辅助的代价 随下这边出来 哇 这个伤害太高了 纳尔再扶一个垂头 这个 灌溪场也算是被走过 但是Biu跟上也都挺有趣的 将其收掉 可是Zeka也被打残 中单也没有太多的战力了 尾顶顿向后 奥尔这个球没大招 他只是一个大兵 上路这个雪晶也被小虎一下下垂掉 现在那个怒气很好 刚刚接近于生气的样子 对不要选择 尝试一下先手去开吗 还在有点怕后面的那儿 一个大招 瞬间拉死了 我的天 大招就打掉 小虎跳进去 闪现还要过来三个人 虽然说没有墙底 但这部团就完全开得起来 小虎抱进去 瞬间另外一个C位也倒 和Biu S和辛德拉 都已经没落了战力的情况下 RG直接要实现一波 零化五的五人收割了 直到闪现向前 都收掉了奥恩 现在只剩下奥拉夫一个人 男手高地 那我们要恭喜RG 在这场对阵标记的Biu S中 先下一场1-0领先标记 是的 恭喜RG 小龙去交换到的资源 是一些钱什么的 能弥补 让我的装备 有个明显阶梯式的成长之前 是 不需要跟你接一些 没有意义的团战 因为我的中单是发育的 给到了Crying的发条 7-0差一个超神 他在中期的一波尊府中 是埋伏到了垂直一波单杀 包括在后期 最后一波团战之前 也是秒杀对手的辛德拉 当时也是 直接为整场比赛的胜局奠定基础 是的 这一场神体的一个发挥来说 在稳中又有些许的亮点吧 嗯 稳中有亮 这把的小虎 如果说不是因为那波单杀的话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 真 也是不错 对